李宗盛 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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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外国语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你们好 本来今天第一次来这边 应该再多客套一点点 但是我刚才被告知 今天时间非常紧 所以我直接开始了 我被安排在高老师后面 太有意思了 待会儿你边听就边知道 为什么会很有意思 我是一个英文小说作者 然后同时又在拍电影 然后我被告知 大家有兴趣知道 我是怎么变成这样一个边界人的 我的边缘人的 那我就说一说 我的父母可能跟你们的爷爷来了差不多大 然后我比你们的父母 可能小一点点 或者跟你们父母一样大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写英文小说和拍电影 特别是拍电影这个事 在我小时候 甚至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是没有想过的 为什么呢 在我们那个三线城市里面 虽然我们家是第一批 有电视手机 甚至汽车的人 但是摄像机这种东西 我是没有见过的 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家的家教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家里面 我妈就告诉你说 何寬阳 你不要表现自己 人家在学校里面 老师也说 何寬阳 你不要出风头 不是对我一个人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跟我一个年纪 你就知道 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就是这样子的 什么秀出自己的风采啊 展现自己的个性 太可笑了 对吧 就是不能有自己的个性 否则这个班级怎么管理 所以我们刚才 这个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是告诉我 我以后会拍电影 成为一个演员 然后在大营部上 让几百人这样子观看我 在基础上和观念上都是不可能的 这是电影这件事情 学英语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子 我写过很多学英语的书 还有英文小说 但是我本科的时候念的是一个工科学校 当时专业是计算机 我们当时的工科生那个英语就非常的差 我还不是最差的 没有差到说我需要什么奋发图强 一定要追赶起来 也就是中等的差 我大概能考38分的样子 100分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过去是掌握的还是挺好的 所以我一般来说说出来的话呢 都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我在考试里面大概可以得三分之一的分数 因为现在和未来我是 have no idea 所以我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这两件事情上面都没有童子工 于是造成一个现实就是 我现在还在拼命地学习 拼命地追赶 因为我发现我跟别人很早开始的人呢 就差距很大 但是另外一个现实是什么呢 就是我也在一个电影学院里面 也教过一些专业拍电影的学电影的同学 我会发现他们在四年的这个学习过程之后啊 得到了一个结果 很多都是我不要再拍电影了 不要再拍这个东西了 因为太难了 熬很多夜 头发掉了很多 我以后再也不要干这个事情 学英语更是这样 你们是英文学校里面就知道 有多少英语真的说得很好的 来我们来对话一下 就不要说有多少人学得很好 有多少人平时愿意张口说英语的 我敢保证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 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 虽然我在这两件事情上面 还在拼命地追赶和学习 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居然还在有兴趣学习 这是我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反省了一下 这不是跟我个性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因为我在二十多岁 到四十多岁这段时间里面 我不在中国生活 我在美国 这有什么对我来说造成了什么一些经历呢 最重要的一个打击就是 当我发现我的同学都已经当了局长 当了科长 当了处长的时候 我却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追赶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芝加哥旁边的一个小镇上 生活了大概十年多的时间 我们那个镇上我了解了一下 根本就没有处长局长这么回事 当然你可以当镇长 但是你当镇长的话 你还得想办法用其他方法养活自己 而且也没有说升迁这么一说 比如说你要想去芝加哥当市长以后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就一辈子在这个地方当镇长 就是为镇长的人服务 那我作为一个留学生 作为一个移民 我没有这么高的秦超 那我觉得还是搞我自己的专业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跟我个人的什么理念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想反过来说的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有两种非常流行的教育理念 可能在我身上都找到了反例 第一个教育理念就是 你的专业要越早开始学习也好 而且学得越长时间越好 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写的一本书 就是我在19年时候出的这一本 就是社图出的这本一本书 这是一本教英文的书 你要知道 英语专业人士在中国太多了 教英语的书也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个出版社他为什么愿意出 我这么一个非专业人士写的一本书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英语很差是怎么变成的 然后英语很差又能变得很好 这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磨难和过程 所以这是因为我这一个经历啊 让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了可能 那么也就是怎么一说呢 就是说如果我小时候 我爸就投入很多的经历 让我去培训 让我去学习 那么可能我很早的英文就可能很好 但是我就没有这个经历 而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专业上面 如果你想有所创新 创造的话 那么其实你是需要一些其他的经历 跟这个专业相结合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父母啊 基本上就是要剥夺 专门要剥夺我们其他的经历 你千万不要有别的经历 对吧 你就一心地搞你这个专业 搞得越早 时间越长 那么你以后最适合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培训下一代考级考研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市场上面绝对不缺 考级考试的培训师 但是缺乏真正创新创造的人 当然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创新创造 大多数的人在社会上是要立足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一个讨论 分享的一个 不是一个结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理念呢就是 你如果一旦选定了一个专业 你就一定要做下去 比如说你的研究生一定要考你本科的专业 那么你的研究生一次考不上考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有点难以想象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也是美国经历告诉我的 美国你要知道是全世界 我知道你们学校很多人去美国 是全世界可能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可能不是之一了 它就是最大发达的国家 是吧 占了半笔江山名秀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高中生 花多少时间来考研 来考高考呢 答案就是没多少时间 一个礼拜大概就十多小时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们其实也很崇拜长春藤这样的地方 有人说是因为我们中国人 特别喜欢重视教育 其实不是 我们很重视文凭 很重视文凭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对教育的考试很轻视呢 后来我知道了 时间长了就知道 那是因为在美国如果你考不上这个名校长春藤 那么比如说你读不了哈佛的英文系 你以后作为一个畅销书作者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对吧 你就算是不是Julia音乐学院毕业的 那么你跟街上一些会弹钢琴的人 都叫做musician 他们都把你叫做musician 对吧 然后也就是说在美国 学校只是一个不那么刺激 不那么精彩的其中一个机构而已 它真正刺激精彩的地方 你要知道是他们的民间社会 市场 政治场 名利场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名校毕业 你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学习 去证明自己 而在我们这里呢 如果你不是名校毕业 然后能进入大机构的话 那么其他的事情可能就很辛苦了 这就是造成的我们今天 为什么考试考级特别重视 同时我们的考试考级又这么难 对吧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经历 当然这完全不值得借鉴 因为这是一个人的经历 否则的话它就是逻辑上的谬误 另外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 就可以浪费时间 不要说浪费时间好像可能就是没有代价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举我父母的经历吧 我父母他们这一代人呢 就是你们爷爷奶奶这一辈 他们生活比你们丰富多彩 他们比较动荡 所以他们退休之后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写一本书 对吧 然后我就经常说 你就不要想这个事了 为什么呢 你读过几本书 对吧 你自己读过几本书 你从来都不读书 你怎么可能写书呢 你们年轻的时候晚上都在打麻将 我看着你们打老的 对吧 对 就不要吹牛了 所以这就是这样子 你之前浪费的时间 你现在想做的事情做不到的 而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学生 年轻人 我自己教的学生我也知道 他们好像跟我们父母很像 他们也喜欢把自己搞得很忙 但是你觉得他在浪费时间 比如说我说我们电影学院的学生 对吧 他们拍电影 是怎么拍的呢 首先一想到拍电影之后 就去选机器 买机器 找人吃饭 然后熬几个通宵写剧本 熬几个通宵拍完 然后把素材放到硬盘里面 等着圣诞老人来帮他剪辑 对吧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拍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他说我拍了一个小偷的故事 我说你认不认识一个小偷 他说我不认识 但是艺术是高于生活的 我说你能不能看一本 关于这个方面 这个主题的书 或者报告文学都可以 他说不行 我搞的是影像艺术 对吧 我不是玩文字的 我说那你拍这个东西在干什么呢 他说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说那你以后 还要不要再拍下去了 他说不用 拍电影这个东西太辛苦了 我以后要搞金融 这只是我的一段经历 对 他就把我的演讲毕业成说 你可以随意的浪费时间 随意的explore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但是后来我还可以 修成正果 这是不行的 OK 这是不行的 我大概想分享就这么多 我还有时间吗 好 最后我被要求就是要 讲一下我自己 这个度来说真的是很困难 因为我的家教告诉我 就是在公共场合里面 讲自己是一个非常没有教养的事情 但是我只能简短地说一说 因为这是一个叫做边界人 我是武汉理工计算机系毕业的 当时这个专业可以说炙手可热 对吧 但后来我会发现 就是我可能脑袋不够灵 做不了这个事儿 于是呢 我就转行学了英文 然后又去美国转行学了艺术 然后又转行拍了电影 后来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影像工作室 拍了一些独立电影 然后回国之后呢 去年开始 我又做了一个新媒体的账号 这个账号 我们用一年的时间 做到大概五十多万的粉丝 现在我们有很多广告订单 现在我们有很多机构跟我们合作 我想说的是 就是在疫情这么困难的情况下面 我们在为这个社会创造就业 而不是创造失业率 这是我觉得很高兴的事情 所以我想告诉你 就是如果你现在 在某一个专业上 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 也没有成就 也没有先人一步 什么考上麻省理工 建桥哈佛 几乎无望 同时你的父母跟我的父母一样 对你的评价也是 是中等 同时也没有多时间来管你 那么你不用太焦虑 你以后至少可以当一个 二流的小说作家 三流的导演 和一个新媒体文化工作公司的老板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次我们下次来